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周二美国三大股指再次齐创历史新高 道琼工业指数盘中涨点超过百点 标普盘中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占上2600点 这三大指数收盘同步的创新高 带动今天亚洲股市往上走高 MSCI亚太指数今天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高位 也就是说创下10年来的新高了 香港恒生指数突破3万点 这个是10年来首见的 2007年11月以来 香港恒生指数就没有能再突破过3万点 今天是应声突破 而且收在3万点之上 如果你算今年MSCI亚太指数 从年初到现在涨幅达到33% 这涨幅相当的大 而且法人投资机构预估明年还可以再出现双位数的涨幅 非常有可能会再涨个15% 当然这个是现在目前看到的资料上面 这个法人的预估都不代表是真的会明年 还是像今年这样子好的行情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看空的人认为说 全世界股市长得不得了 长得不像话 终究要泡沫 而且如果明年一旦泡沫爆裂的话 那恐怕会是像次贷风暴一样大的 再一次的股市的崩盘 再一次的沙盘 所以正反看法都有了 我们就提供朋友大家来参考 这个没有绝对的 大家是谁有水晶球 对不对 没有水晶球可以看到未来的 所以我们只能就情势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很灵动的来操作我们手上的资产 那另外现在及时行情的部分 油价大涨 这个美油现在涨幅不得了 这个1.9%的幅度 涨了每桶1.09美元 这个油价来到57.92 将近58块美元一桶 这创下2015年7月以来的高位 两年多来油价的高点 那为什么今天油价会这样涨呢 主要是因为加拿大输油管道公司 Trans Canada Trans Canada这家公司宣布 11月底要把经过Keystone输油管 对美国来减少85%的供油 那这条输油管最主要是从加拿大亚伯达省 这个把油沙送到美国去提炼原油 提炼汽油 提炼各种油品 就是用油沙 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大的油沙的产地 所以加拿大的油的蕴藏量非常的大 就是把这个含沙子的油把它提炼出来 这叫油沙 但是这条输油管经过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时候 最近泄漏了漏了5000桶原油 所以导致管线关闭 那另外就是API的报告说 美国能源署的报告说 过去一周美国的原油库存大减了640万桶 所以这两个消息刺激之下 虽然目前油价是大幅的上涨 美油涨 布油也涨 虽然布油没受到影响 没有这个Keystone的问题 这输油管要关闭的问题 但是布油也跟着美油出现了上涨的行情 好 那今天台股的走势相当的犀利 持续的再往上推升 昨天大涨114点之后 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再往上走高 涨了43点 盘中一度是涨了有103点 盘中涨了103点 但收盘只有涨43点 所以留下了不小的不短的上影线 那今天涨幅是0.4% 指数今天收在10840点 这是凭了今年最高指数了 10840很凑巧的 就是11月7号当时 创下今年最高的收盘点位就是10840 那今天的盘中高点是10882 这个盘中高点突破了今年的新高的指数点位 也就是说盘中的高点是突破 但收盘点并没有突破 仍然是跟今年最高点收持平的情况 不过盘中高点突破也算是突破了 那今天的走势呢 整体是开高的 这个开高36点 那在差不多10点50分的时候 这个指数呢 是来到了最高位阶 当时是来到了10882 那在1点15分左右的时候呢 从10882啊 这个回挡到10801啊 这个回的幅度蛮大的 这个回下去差不多有81点左右 那结果呢 就出现了回挡之后呢 再次拉升 这个中场呢 加权股价指数啊 是收涨43点 就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10840的点位 那这10840的点位啊 今天爆出来了 1789.75亿的大量 这个量能非常的大 将近1800亿的量 我把过去的交易资料调出来 如果我没有回推错的话 这个成交量是创下了 2011年8月15号以来的最大量 也就是6年来啊 这个最大量是出现在今天 这个量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有一点 在盘中出大量 大家有点紧张 所以说呢 有一点卖压出来 有一点啊 这个逢高调节的压力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 明天这盘是会怎么走 不过今天已经创新高了 在我们看到盘后啊 法人也都是站在买方的情况之下 这个行情应该还没有结束了 这个离结束应该还很远 这个多方掌控的态势 是蛮明显的态势了 那另外起指今天开高40点 那中场收涨42点 同样的啊 今天是出现了开高盘中拉高 但是呢 这个中场压低的情况 就是说 今天盘中在期货最高点的时候呢 跟加渐股价指数差不多 差不多在10点45分左右 出现了今天最高点的10877点 那之后就开始往下压 压到啊 这一点中出头的时候啊 差不多一点十分的时候 压到最低一点的10807 所以呢 这个高低差差的有70点 这个压下有70点 那中场收10827 就是说压下来之后 这个尾盘再拉上去 所以中场收涨42点 涨幅是0.39% 成交口数是14万6千口 今天成交情况比昨天放大 那期限货之间的价差是正价差 正价差4.4点 显示呢 这个期指这个多方的气势 还是更强的 因为是呈现正价差的情况 另外贵买指数啊 今天也放了超级大量 今天这个量能577的量 这个非常大 那集中交易产市今天盘中点位 是创下27年来的新高点位 那贵买指数今天呢 也创下三年来的新高 今天是贵买指数 出现了这个开高拉高 暂时收低的行情 爆出超级大量577亿 这个下跌了0.34点 跌幅0.23% 指数收破了150点 今天收149.82点 这个量非常大 将近580亿的成交量 那这个量大 但是今天是收黑的 那这个收黑的贵买会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盘中高低差差了有一% 震荡幅度有1% 高点是151.57点 低点是149.29点 那收149.82点 所以呢就是说相对偏低的点收收盘 而且是收跌的 而且又报大量 那我们看到法人呢 在贵买是曾卖超的 这个就是说今天好像有点法人在贵买出现大调节的情况 尤其是外资今天卖了10亿耶 这个很少见外资出现这么大 单日的卖超在贵买 那投信是买超1600万 自营商也卖 卖了4.58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卖了12.96亿 这个卖压蛮大 可是呢集中交易厂 外资今天是连续第二个交易买超 今天买了84.4亿 那另外投信呢也有卖转买 今天也买了9亿多 那自营商呢 更是连续五个交易买超 自营商今天买了17.63亿 所以三大法人呢 在集中交易厂是买了111.12亿 所以感觉起来 这资金好像有一点 从贵买流回集中交易厂的味道 就流回这些全职股 是不是要拉抬指数 去突破11000点这种企图星 所以呢 有点回归主流的味道了 可是今天你看到全职股 这个表现很有趣 因为今天的主要全职股 就只有两档没涨 其他全部都在涨 就台积电跌 台积电跌一块 另外鸿海收平盘 收104 那另外台数化也涨 台数化涨一块 中华电信涨五毛 大地光涨40块 主要涨金融股 这个国泰金 富邦金延续昨天的强势 国泰金今天涨了两毛钱 富邦金呢 今天涨了五毛钱 富邦金收50块8毛 国泰金收54块整 另外台数集团 其他股票也涨 台化也涨一块 另外台数涨四毛 南亚涨三毛 所以另外全职股 青色都在上涨 但是呢 就台积电鸿海没涨 这个盘氏啊 这个颇有一点味道 蛮有趣的一个走势 就资金轮动到 非台积跟鸿海的 其他的股票上面 也就是说呢 轮到非平盖股 但是呢 传产啊 或是说金融股市 这一波 感觉上面好像是 上涨的主流 那另外在 其指的部分 外资今天呢 是买超2480口 所以呢 近多单流仓部位到 47,559口 那投信卖超802口 自营商买超624口 这就是三大法人 在期货操盘的情况 那我们来观察这个盘式 后面会怎么发展 因为今天的报 这个量非常的大 这个特别要来谈一下 集中交易产的量 这个是2011年啊 这个8月15号以来最大量 2011年当时是因为 欧债风暴 所以台股那一根 大量出现之后 出现了大跌 那另外 你看到次大量 就是呢 2011年之后啊 这个次大量呢 是2015年 当时攻到1万点 在攻到万点前一天 出现了1686亿的大量 那第二天呢 就攻上万点 结果呢 在万点停留两天之后 就一路崩到7000点 就是那个2015年 马总统啊 这个执政八年来啊 首次看到的万点行情 就两天了 那这个万点行情出现 的前一天 也爆出了一个将近1700亿的大量 但是呢 这两根量 都没有今天的1789亿的将近1800亿的量来的大 所以今天的量是非常大 那我们要请教的是众英财富 陈维泰投资长 维泰你好 孟华好 大家晚安 好 维泰你怎么看今天这个量 包括贵买也爆出了577亿的量 这两个市场加起来的量的话 2000多亿 这不能算小了 其实高档爆大量 我个人认为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尤其是在整个这个指数要在网上做推升的时候 本来就必须要去进行一个换手 那只不过今天这个量爆出来之后 比较让人家会担心的是说他的上影线流的太长了 这个在集中市场的部分上影线流的太长 今天上影线有60几点 对 所以而且在收盘的这个指数上来讲是没有创高的 只有在盘中创高 对 这其实有一点点会让人家觉得 对 有点让人家觉得是假突破的味道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就认定说 今天这个盘就是有人在出货 那标准的一个这个分析 来看的话 应该是看看明天 明天能不能够再出现这个序长 或者是至少守在品盘之上 那么就能够确定今天的这个1789亿 将近1800亿的一个大量 又是一次的一个高档的换手 那不过在这一波的一个走高 从前两天 包含今天 我想从整个这个盘面上面的一个观察来看 金融股可以说是这两天指数往上去做走高的工程之一 尤其是一些 我算是那个比较直优的一些金融股 包括像中售 中信金 这边往上走拉台 对 然后国泰金也往上去进行的变高 那所以在整个这个行情来看 金融股目前是盘面上面指数的一个 这个称盘要角 那我今天还搭配了一些短线上面 或者波段上面跌分的一个标的 尤其是以这个光学元件为主 我看到连一光 对 玉金光又攻掌零板 所以在整个架构来看 现在的这个指数的一个称盘 会把这个棒子交给金融股 但是呢 在各股的一个表现上 尤其是以这个跌升的电子股 会是目前来讲市场上面的人气中心 那金融股能续强吗 今天其实富邦金国泰金盘中高点跟收盘点也差了很多 对 所以其实在今天 我个人认为说富邦金和国泰金 尤其是富邦金 它在前一个波段当中 外资算说有回补 可是回补的张数可能不够多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富邦金国泰金这两档 金控各国反而没有在顺势往上做走高 那是要打下来再接吗 是要打下来接吗 我不确定 我觉得这边其实金融股这边 好像大家关注到的 应该是可能偏证券类的 例如说我们看前阵子是证金也很强 然后云大金其实也是反不往上度点高 所以我倒认为说 可能明后天在金融股的类股当中 轮动的一个棒次 可能会落到这种证券相关的一个个股 所以明后天的这个证券股的部分 可能会有一些个股会有机会做表现 是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其他金融股的表现 像维太所讲的 像中信金今天涨幅就比较大 涨了百分之二点七八的幅度 涨了零点五五元 这中信金今天表现的 这个涨幅呢就超过国泰金跟富邦金了 因为国泰金只有涨百分之零点三七嘛 富邦金也只有涨一趴 可是呢今天中信金出现比较大的涨幅 有百分之二点五 那另外第一金涨百分之零点七七 核库金也涨了一趴多 涨了百分之一点二 玉山金也涨一趴 华南金涨百分之零点 华南金最没表现了 那元大金呢 今天涨百分之一点四四 所以说元大金今天表现的也不错 就是以证券为主的金控 今天涨幅也比较大一点 这个是今天金融股的情况 那刚刚维台有讲说外资 在金控股好像买并不是那么多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外资的买卖超 买超第一名就中信金 买了七万一千张 第二名是买友达 第三名买玉山金 第四名买群创 所以群创今天股价也上来了 这个外资先前一连串的卖群创 但是现在开始回补群创 另外买台新金 永峰金 大同 富邦金 是第八个买超的 这个第八名买了8500张 另外第九是元大金 第十名买的是和库金 所以又是都是清一色的买金控股 另外卖超第一名是伪创 第二名是卖元大护生300振二 第三是卖鸿海 第四卖吉胜 第五卖耀华 第六卖国泰中国A50振二 第七卖彩金 第八是和硕 第九是奇美财 第十是星光金 这星光金先前涨很多 外资金也有点调节 那除了金控股以外 维他你还可以观察什么样的方向呢 刚刚有提到说光学元件 今天是止跌反弹 那尤其是以这个跌的 比较深的预清光 当做这一次的一个强谈指标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在接下来 在前一个波动 领先下跌的 可能有部分的这个平盖股 可能会有机会在这边去进行止跌跟反弹 那包括像是这个紧硕啦 或者是说像是和硕啊 这一些可能跟平盖股有相关 紧硕也蛮强的 对前阵子跌的比较深的 这些标题可能会有反弹 会有机会去做反弹 那但整体来看 我个人认为说 明后天的一个盘式架构 但第一个我想 我还是会先观察到金融股的成交比重 如果金融股成交比重拉高到一层五到两层 那可能就按照过往的经验 可能会稍微比较偏过热了一点点 那所以在金融股在拉台的同时呢 我会特别关注到就是 原本的这些电子的全职股 不可以说出现 拉金融出电子的一个沙盘现象 所以包括像目前还称在高档的 包括像台积电 包括像自电发科 这一类的这个电子的全职股 尽量要稍微做一个守吻 不能够出现太明显的一个 筹码的一个松动 不然就会 大家担心是拉金融出电子 对不对 对 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 那传产有没有机会跟着金融一起动 传产我过去一两个礼拜都有提到 传产股这边我比较看好的 最近披风港是硕化 因为硕化股整体来看 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位阶项率偏低 那在今年的说话股来讲 其实尤其是中下有的比较没有涨到 那这一波段看起来包括像是台本国桥 或者是华夏 还有像是台区亚聚这一类的 他们其实都已经回到相对低涨 而且又往上去进行翻扬那个表现 那过去的经验其实在每年的第一季 通常都会有这个税修的情形 所以再加上目前第四季 就是原油价格比上一季来的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我对于整个原物料 其实是硕化的一个报价来看 应该是有往上提升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说下一季 就是在明年第一季又碰到税修 然后供给的一个情况又出现这种供给 比较刺激的情形 当然可能会进一步推升 这个报价往上做一个走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 在传产的部分 除了之前所提到的食品 直接看好之外 那我还另外再额外加入一个说话 好非常谢谢众英财富陈维泰投资长 那刚刚维泰讲说金融股占大盘成交比重 昨天是达到12.7% 那另外整个成交的总值是173亿 那今天呢没有那么高 今天是9.3% 从交总值是166亿 是比昨天稍微少了一些 稍微有了单级 所以我开始最初 findings 而又很明显是1.3% 所以我们的总值 拍资源 稍微再单